中共拒绝英国议员入境香港来调查中英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 昨天香港泛民派的议员在立法会提出质询 批评梁振英当局一昧亲共 指出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取消 提出质询的工党议员李作人要求港府澄清 英国作为联合声明签署方之一 在九七回归后的角色 以及联合国或其辖下机构 可否监察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称 联合声明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回归后英国已经没有权利 联合国也不应该干预 此番言论引起多位议员的批评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 没有主权 没有治权 没有监督权 不存在所谓道义责任 那么中英联合声明干什么 不是国际协议来的吗 掃了落地毯底吗 那如果是一个国际协议 是双方替约国一个合约 那这个合约如果不是失效的话 为什么作为一个合约的签署方 是没有道义责任 没有监督权呢 不如解放军就这样洗进来就行了 就这样收回香港就行了 为什么要签一个国际协议 为什么要拿联合国登记呢 你记住你现在只是说 已经完全主权已经回归了 就是所做的事已经做完了 联合声明的签议已经完成了 那么50年的基本方针不变 是要来做什么的写在里面 新唐人记者林秀逸在香港报导